我们可以看到绿营市议员 你参选人赵一祥 严若芳等人 一大早就到健身房锻炼体力 做核心肌群训练 虽然有专业教练来带 但是还是有些吃不消 尤其棒式这个动作 可说是最严苛的考验 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形 挺直 你的腰没有起来 腰 我已经快要没有腰了 你又拍白白 那刚刚做完以后 我真的觉得我身体分三 上半身中间腰部跟下半身是分开的 我现在觉得我没办法弯腰 对但是还是知道说平常要多运动 我想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的行程 都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家 其实运动的时间几乎是没有 所以今天特别高兴 我们就是四个人可以抽出时间来 一起来健身房 那未来希望我们也可以持续 这个运动的好习惯 包括赵一祥等人都说 平常一整天都在跑胎 现在要公投宣讲 接下来就要全力冲刺 2022选战 新人要展现能力与愿景 体力上也是考验 也提倡除了跑胎之外 体能锻炼才能跑得长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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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